Hello Good evening 大家好 看不看得到我的影片 黃昏已經到了晚上8時 跟大家分享兩宗娛樂新聞 比方我9點半之前去開點唱 今天鏡姐會比較忙 但她的白忙之中仍然訂一些歌給我 我叫她幫我唱的歌 有些是跟我今晚要講的人物專輯有關 不過比方我們講任何的影片或播歌之前 先看看今天吧 明天就是父親節 你不提我不知道 因為我爸爸已經離開了相當的年份 好了 預祝各位父親節快樂給大家一點掌聲 無論有沒有子女在你身邊 無論有沒有子女在你身邊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心健健康康 多謝CAMING MEAL提我 我相信我們網友之中很多都很孝順 現在我就說一說這宗娛樂新聞 許智安加盟環球正式復出 鄭修文大爆她老公當然有點害怕 但又要重溫 其實自從我幫迷米那邊做了一個影片 當時是今年的3月9日 但那條影片大約是幾天之後 不多於一個星期的 然後她就說復出 其實她較早之前有少許試水運 但那個影響在市場上的迴響不是太大 反而做完我這條影片之後 然後傳媒的新聞 你知道我一上過新聞人士 那個十大空姐討厭和喜愛的影片 全球華民和英文報紙都登了出來 所以我相信她們可能有些人幫她們做事 或者有些歌迷 你知道她夫妻的歌迷有多少 蕭先生又多人看 所以她們多人看就不關我的事 可能是有些人看到蕭先生那裏 這條影片 畢竟蕭先生那裏都八十多萬訂閱 現在八十三萬多的訂閱 所以你說全球華人有多少人看她 我又不敢說幫她翻身 不過我覺得在影片裏都是說一些鼓勵性的事 這篇報道是說她在2019年的時候 因為安心事件導致形象插水 然後她的事業也落到谷底 更加一度停工 這件事真的很大 為什麼大呢? 很多人都偷吃什麼? 為什麼會導致這麼嚴重? 因為她的老婆是天后的 很多人喜歡的 你試試哪條子 以前的妹姐在這裡 你試試對她不好 好 如果近藤真宴那時 妹姐還在這裡 那些人的歌迷知道 近藤真宴對妹姐這樣的話 她不用做了 對不對? 我們香港樂壇 當時也有機會影響到日本的市場 其實近藤真宴在日本的肚子都很臭 就是金屏風事件 不如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這裡渣男 那好了 她就在今年3月 是不是? 我跟妳說了 我這條影片 我待會給妳看 看看先 OK 這個 這條影片就是我 你見不見到? 這個就 這條影片就在3月9號 3月9號出來的 我去蕭先生的那條影片 就是講 36年的忍願情守 甘童玉女的故事 經過無數的起跌 你就會看到真正的人性是甚麼 大哥 是不是? 你內談 許智安和鄭秀文的故事 阿沙 你看到我 阿沙和這個八卦消息 當時我的影片是 2022年的3月29號 的view數現在已經去到244,000多了 多得這麼多位 是在微米的 如果你們要看 你們就找回 那條影片 這條 甘童玉女的故事 許智安 你自己找吧 蕭先生幫我加持 我免得播聲 我當時都是樣子壞的 哈哈哈哈 你看 當時我出了很多道具 哈哈哈哈 你看他們 因為這條影片 以前在我和蕭先生都播過 所以現在我不播出來 哎呀 為何無緣無故去了這一個 廣告 好吧 我回到這裏 有時播廣告 先吧 你想想 當時我3月9號播這條影片 然後他們在3月就說翻新的機會了 宣佈加盟這個環球唱片公司正式復出的 那可能加入了已經一段時間 又或者一直在談 那我的影片不是說我的號召力 而是蕭先生的影片很多人看的 83萬訂閱 然後這麼多人看 當然也有人會回顧 就是會看回蕭先生這麼多人看 蕭先生有影響力 你猜我嗎 我騎車邊 但當然 如果只有蕭先生 讓我的影片放在他的台 都不是普通拍車 拍車仔 不是那些質素 當然 除了蕭先生之外 我亦都很好運 就被邀請了 上去ViuTV 做一個專業評判團之一 托賴 因為我有一群很有質素的 subscriber 是的 你們繼續留言 多謝 謝謝 繼續 我衰竭 我自己 當時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 挺有趣的 這個名字 Title Title OK 看看 這個 可以先播放 為甚麼是這樣的 可不可以 8千多個讚 你猜說笑 是不是 不說得少 真的 我不用聲 聽我的話 那時我有很多道具 拿一條蕭 出來又怎樣 現在的髮型 很多 那時 你知不知道 我不可以染太密 不過現在換了這個師傅 這個師傅 我覺得 非常之好 非常專業 很出名的 這個師傅 不過 不然人家 喊喊喊 所以我不說 不說他是誰 然後我繼續說 他正式復出家民環球 在今年的3月 即我的影片出了不久之後 鄭秀文日前出席的活動 他亦公開了為安仔打氣 其實我覺得只要他的身體 和他的心理已經準備好 我覺得是最好的時間 至於其他的工作安排 我就沒有太多意見 因為他簽約了新的唱片公司 我相信他的唱片公司 一定有最好的安排 但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如果他真的支持 應該他兩夫妻一起出現 我想知道他怕甚麼 如果他站在他 就算他可以一起去購物 多一點和他老公一起有互動 那他不是幫他老公一把嗎 那為甚麼他要單獨站在這裏 說呢 如果你是支持他老公 即他是支持他老公的話 應該兩個一起 大大方方出來支持他 對不對 那麼多人疼Semi 沒有理由這樣走出來 跟他老公相相出現 現在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對不對 有很多人去購物 比許智安還壞 黃浩信那些好過許智安很多嗎 對不對 問題是說 零被人知目被人見 七情上面有很多動靜 哈哈哈哈 你看我以前的樣子沒那麼殘 方方說 染金色整個人不同了 其實那時候是有金色的 只不過他不知道那個髮型師 他把我的頭髮弄了不知甚麼金色 他又沒有解釋給我聽 接著我現在這個髮型師又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染得太密的話 可能會有cancer的 你知不知道 之前呢 就是穩定嗎 哦 OK 對了 OK 那現在更加型 都漂亮 哎呀 是的 我很喜歡現在這個頭 繼續說 那他說其實許智安他自己對復出都是有恐懼的 當然是害怕啦 大哥你不害怕被人扔雞蛋啊 成甚麼 喜歡偷偷摸摸 Charles Seat 他說其實許智安曾經在2020年 Wheel TV 節目之中Chill Club是擔任嘉賓的 為復出是視水溫 我告訴你 喂我那條片都給他了位置 是不是 你自己沒看的你自己看 那條片其實都幫到他復出的 坦白說 我肯定他的歌迷或唱片公司看過這條片 跟著他們有馬亚亭人的 現在頭髮很帥 我多謝了 Clara 一定有派人去看這條片 那我影片的後面那裏 是說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你沒看你自己看 我不會在這裏說的了 跟著他說 Semi大爆這個安仔 難免有點緊張 我覺得可能會有的 應該會有吧 如果真的要搭上台的話 然後再面對觀眾 你說那麼多做甚麼 Semi 我覺得有點假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想支持你老公復出的話 就算你開個直播 你和他一起唱歌 你就試試水溫 你沒理由不是這樣幫你的另一半 所以他兩夫婦是有點奇怪的 真的很奇怪 如果真的這麼愛另一半的人 沒可能鬼鬼祟祟 從來都不跟另一半一起出去拍照 這些不是叫放肆 來不來都會很正常的夫妻關係 對於正式復出 Semi大爆他有點緊張 我覺得可能會有的 應該有的 他說了等於沒有說的 等我跟他說了 他說如果真正要搭上台 然後再次面對觀眾 我覺得 不多不少都有一種恐懼的 我這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覺得 只有他保持一個謙虛的心 然後 哈哈 好像姓唐 好像姓唐一樣 真的 OK 對了 哈哈 他說然後再次面對觀眾 我覺得 就是有一種恐懼 他說謙虛的心 然後好好珍惜這一次 再唱歌的機會 我覺得才把自己好好地做好 你幫他站台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不你開直播的時候 他在旁邊彈的 彈琴的 或者彈結他什麼都好 他好像有識彈電子琴的嘛 那你不就是這樣唱歌 你試一點點 每天一點點 跟他一起有互動的 那別人都沒有那麼討厭他 你是不是真的有心幫他的 你們不要說許智安鬼鬼小小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在家裡怎樣相處 可能一間屋這麼大 一個在東一個在西 你不知道的 晚上找些人跟他談心 你根本就不喜歡另一半 你怎麼知道呢 但是你聽其言觀其行 一看就知道 不知道那時候原諒 是不是究竟是為了賺光環 是不是真的這麼恩愛 I have a question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這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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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十點十五分 現在十點十五分 然後他說 有試水溫的 他說那番話說了等於沒有說 然後就說到好像聖經一樣 他平時 我見到他 平時 我見過他做義工 上別人家裡派東西 等等 但是他又收養一些貓貓狗狗 等等 但是真的很簡單 你收身齊家自國平天下 你家裡都搞不好 你出去外面把鬼 阿燒貓貓好過人 是不是 好笑 嘩 真的吐心溺血 你知不知道我做這條影片 我是要將 差不多 我好像是否停了我一個星期 就是總之我這條影片 是做了一個星期的準備功夫 哈哈哈哈 那時候我做影片 我停了手上的東西 我是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去做一條影片的 所以我死了很多細胞 不過anyway 喂 今晚你們猜我說誰 是啦 好 看看你們先 喂 你們 沒有 喂 這麼多人進來 多謝了 是啦 所以 喂 不是開玩笑啦 In case 你們有些鐵粉 是啦 她說永遠都這麼開心 Ava Zhang 你們猜我今晚說誰 我不知道鏡姐有沒有 唱我的request 唱我要求的一首歌 通常我現在呢 叫她幫我唱我的歌 就是將會今晚說的人物專輯來的 你們有什麼心水啊 是啦 嗯 看看她是不是 因為她現在非常忙的 OK 看看 哇 真是 我看看她有沒有 哇 很厲害啊 哇 真是厲害啊 她真的唱到那首歌給我聽 喂 待會播歌的時候呢 啊 越做越純熟 是吧 多謝FUNNYSINDY 是啦 喏 你們呢 如果是新進來的 不是鐵粉那些呢 你不小心看到這條影片呢 那我有一條影片就在迷米那裡的 是時候在一周就在那時候 其實對 others 公佈他自己 24万 蕭先生很多影片都24万 我这些叫做大惊小怪 乡下人 你能够在一个23万的台 放一条影片 蕭先生都不会觉得我太蠢 太过不做功课,太懒,说话太过白痴 说真的,我跟蕭先生说过 他也是要求我说娱乐还是娱乐 我是不会讲政治的,所以你不用指我会讲政治 你叫我讲政治色彩很深的人物 任何一种颜色,我都尽可能不讲 就算他们是什么立场的话,不关我事 这样 现在这条影片 他们都看到这么多人看这条影片 还有我在片尾里有说一些东西 有助于他 蕭先生说政治不关我事 他说而已 我自己说娱乐是不会讲政治 你们不要误会 纯粹说娱乐只谈风月不谈政治 就是我判断的特色 如果什么颜色我看见不适合我照料 如果我觉得应该赞的话 什么颜色我都会赞 因为我身边什么颜色的朋友都有 如果我跟他有些理念是不一样的话 其实针对事不是针对人的 我只知道他有什么颜色 如果我身上有东西在学到 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这种颜色不是长一世 不是长一世 可能日常的情况 变了你不知道 所以只要重点 究竟这个人 我在他身上有什么 值得我学习或者借镜 我不想弄得这么复杂 所以就算你们想听任何颜色的东西 都不会在我的口里说到的 我说娱乐就是娱乐 Claraclara 多谢Chalmay 讲什么政治 我又不会挨招哪一边 不会讨好任何颜色 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扯 就是这样 三文恒我先试试 好了 我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刚巧进来的 你未看就自己看回 因为我这段时间多了 什么颜色都有坏人 对了 什么颜色都有好人 什么颜色都有坏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 focus 我又不喜欢 还有我明白到有些人 他可能要打那份工 养活成家人的 什么颜色都有机会 是他家人的 就是我家的联合国 什么颜色都有 我一旦不跟你们说这些 对不对 相感情 那又不是中立 我有我自己立场 但我觉得我自己讲娱乐的话 我没有什么必要 讲到那么怒气 这些有时会 会不开心的 那我尽可能 将我娱乐片 讲得开心一点 好吗 OK 他说 给萧生看中都不简单 你不见找个 第二个 你不见萧生 讲其他 广东话频道的 其他的YouTuber 讲娱乐的YouTuber 你叫萧生 叫他去那里讲 你又不见 那当然有些人 不断地抽萧生 因为萧生 很抽的 他这个是大游轮来的 大佬 变成他的名字 也有机会出名的 那些片 很多人看的 对不对 那有些人 专业针对他 还有有些人 说就说自己是信佛的 但是人家病了的话 又不断地 验鱼他 踩他一个老人家 我告诉你 如果你信这些人 是信佛的话 你的脑袋 是猪到 连一个弱智的人都不如 如果你这样看到 一个老人家 已经是病了 你还要开一条片 开名 你又叫人打三针 如果你有看 你就应该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这样 都拜这些人 是信佛的 你觉得他的心地好的 我告诉你 你跟我一起落地獄吧 那好了 这条影片到这里了 那我先看看 是吧 耶鱼一个病了的老人家 马上去抽水 OK 我先看看 我下一条影片说什么 OK 好 我先说这条 因为今晚才做人马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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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要说的人马相当之出名 你一听他首歌 就知道我要说谁了 所以九点半就会有机会 就开鼓了 如果你听到他首歌 你都不懂的话 你真是 蠢死的了 OK 看看先 八点三十分 OK 好 你们想知道我八点半会做哪条影片的话 你们自己进来看 应该如无意外 就是这条影片完之后会自动跳去